这里是锦州市的中心医院 那么在这个三楼的儿科病房呢 我们在走廊里发现了很多家床 这些孩子们呢都是在今天上午入院的 那么他们的症状都是一个头晕还有呕吐 他们都来自于锦州市平和小学 那么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刚刚输完液 但是呢症状呢并没有缓解的情况 拉肚子吗 拉肚子 就是吐和 头晕头痛 九点钟左右开始呕吐 然后间隔一个小时左右吧 就要吐一次 昨天晚上一共吐了六次 因为治疗了一天呢 孩子们的情况还不见好转 所以说家长们都非常的焦急 现在大家都处于一个激进器 就是腹泻啊发热啊 可能需要两到三天把这个症状控制住 你怀疑是什么原因 这等于学校都给家长发信息了 是怀疑是食物更多 学校给你们发信息了 这个信息还手机里还有吗 有 我现在手里拿这个手机呢 是属于平和小学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的 那么他们家长呢 今天呢是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给大家念一下短信的内容 通知 今天没有来的同学家长请注意 孩子有可能是食物中毒 家长要引起重视 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去检查一下 别耽误 那么路款呢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吃那个酸菜还有红臭肉 在学校吃的啊 对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锦州市的另一所医院 儿童医院 那么根据家长们反映的情况呢 在儿童医院也有很多平和小学的学生 刚刚我们在一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学生就在化验 那么来到四楼呢就发现呢 有两名学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刚刚呢医生也说是出现了休克的症状 经过医生的救治 晚上七点这两名学生是脱离了危险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 目前呢平和小学一共有九十名学生 分别在锦州市内的四家医院进行治疗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钟 当我们从儿童医院再次回到中心医院的时候呢 在这里的一楼看到了一位区里面的负责人 就是现在我们镜头中出现的那位 那么刚刚呢他也是对这起事件对我们做出了回答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现在估计呢是还是这个饮食的原因 配餐的原因 学校的这平和小学的配餐都是由哪配的 它是由一家有知识的这个配餐单位 现在出现这个症状之后这家单位你们目前采取什么措施 已经超风了 这位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究竟是什么食物 导致了这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检验结果 下一步呢从我们这个情况看就全力以赴 要对孩子的情况健康情况做好监控 确保这个孩子的安全 这是当务之急 记者回来说呢 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那么我们的记者还了解到 在锦州市平和小学 学校内是并没有食堂的 孩子们吃的午餐呢 都是在一家营养配餐中心订的 一个月呢一百块钱包含二十顿午餐 七号当天呢 这个配餐中心给孩子们送的午餐 包括了四菜一汤 其中四菜分别是酸菜菜菜花茄子和红烧肉 主食是米饭 究竟是哪个菜出了问题 现在还在检验 不过呢不管这到底是哪个菜出的问题 我都想说 就是你既然承担了孩子们的饮食 食品至少得过安全观 是不是 这回呢虽然是受影响的孩子比较多 但是万幸的是没有特别严重的 我估计啊 对这个当地主管部门啊 和事发学校出动也是很大的 我们也愿意相信啊 类似的事件应该不会再发生了